冠军表现时刻由苏宁彩电独家冠名播出 要不一个长城团大树边线上面压你的界外球 要不就突然带着球上去 同样也是镇守在球队的这个防守线上 保利尼奥当然参与到进攻当中的幅度会非常的大 另外呢 余汉超看看这一小球推射球进了 高林 前场腾大都是被别人打 这回终于拧回来了 打了别人一棍 这球实际上打过来还是挺意外的 你看这一点啊 马斯拉莫并没有权力的去争 他想卡位 结果对方翘下了把球顶下来之后 边上的这个后卫应该是金阳阳 其实他也并不正 他是过来保护马斯奇拉诺了 所以把这个位置给丢了 这回塔利斯卡说你们往外飘一飘 这个战术成了大门 撞了球门的立柱 大难不死啊 我也挺奇怪这个事情的 就是广州恒大淘宝 你看塔利斯卡滑球的时候手势都做出来了 这是进攻球员看得见 防守看不见是吧 这四个去防守队员大家都在跑 选门前 这危险啊 就能够看到他进去里面这种高超 大家全都在移动 这还行 那好像确实场数没有那么的明显 这球 这个不用挽回报了 这个曾成处得有点大 对 曾成不知道今天是个什么情况 之前的一脚球 感觉他有点走神啊 就不走啊 想绕过人墙 打的只要到死角就叫他不好扑 你看同样的情况 同样的情况发生在了阳城这边 直接掉门 太悬了 俩门将真是你好我好 真够过人 那塔利斯卡这边 好球 还有啊 自己走嘛 马斯基拉诺在身后 直接射门 这欺负阳城没边了 这和打山东鲁能那场非常非常强 也是 泰斯卡不太满意的是认为 他要他觉得阳城扑了 应该是个脚球 我们来看一下球门后面 走 你看塔利斯卡这个哎 来了 又是一脚 再出了 蹲前 忽用大家去拼的这么一种精神 嗯 考球 勇学生推 非常漂亮 左脚 这球呢也是想打一个巧 对 哎呦 直接要 好球 漂亮啊 这脚打得真靠谱啊 直接这么高的球 凌空 下旋球 跟落叶 哎 一刺 好球 这球传的漂亮 这是一个上刀山的机会 曾成还敢出来 这球实际很抱歉 他曾成必须出啊 我只能说是最后 好像是董学生在这个位置 直接搓起来 来打门 漂亮 当然这个球要先来看看助理三万有没有举棋 明显你看阿兰这个位置啊 没有后腰去跟的 刚才咱们说了 马斯奇拉诺身前没有人帮他保护 嗯 所以阿兰实际上是从一个什么 后腰该跟防的位置上一个前插 对 插到马斯奇拉诺的身后 都在前插接应后点是高林中间 好球 一会儿漂亮啊 门叫出击再捅 哦 还是进了 这个球 余汉超 天然的飞猫的镜头 面对出击的门将这一脚捅 捅的也非常的漂亮 这个镜头呢 这个从这个出球的一下开始解的 但实际上余汉超他在向前冲之前 他是一个横向的线冲刺 嗯 目的是什么 我这先不愿意 大尾琪的任意球 跑到这个增强 打中了球门的应该是门框 增强应该是撞到这个力柱上 嗯 好球 哎呦呦 想有想法 对 大尾琪 一入这球 他先开始是面对冯晓晓一对一 黄梦尔上了 实际上是一个二放一的局面 漂亮 这球 梁晓又出来了 这应该脚还挺疼的 好球 还有 还有机会啊 推过来 打门 哎呀 曾成这球助力非常记住 再来一脚直接 打向了球门的左下死角 张成把球是挡了出去 实际上上停捕时的时间已经到了 嗯 啊 张磊呢 不再给这个脚球了 这个时候适时的吹响 全场比赛 接受的哨音